比起刘翔,关注体坛的人都很熟悉,作为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,也是亚洲田径史上第一个集奥运会冠军,世内世外市锦赛冠军,国际田连大奖赛总决赛冠军,世界纪录保持着多项荣誉于一身的运动员,因为刘翔的出现让世界知道了亚洲人也能飞。 2015年6月25日,刘翔在自己微博上首度承认与妻子葛天离婚,从微博宣布闪婚到微博宣布闪离,刘翔葛天227天婚姻不到一年被分手令人唏嘘,先回白转还是初恋好,在消沉一段时间后,刘翔和初恋无杀旧情复燃,走入婚姻。 对于与无杀葛天三人之间的一针一甲的感情传闻,刘翔非常坚定地表示,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,在与无杀重逢之前没有后悔的事情,他坚定表示现在才是最好的状态,与无杀复合是命中注定,刘翔表示与无杀再次重逢是最好的邂逅,刘翔的前妻就是演员葛天,曾经的裤裆藏手榴弹让我们大开眼界。 坊间一直有传闻,葛天曾经做过种种手术,但真的作为做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,无杀和刘翔又在一起了,两人经常甜蜜同框,看来这回才是真爱,两人在婚后游玩的照片也是很幸福的,身高上面的比例很和谐,两人也蛮有夫妻相的。 看完刘翔现任妻子无杀,再看看前妻葛天,网友表示差距太大了。